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背包方式 以及手机放置习惯 反爬民警进行了提醒纠正 此外来往商圈附近 现在大多市民习惯选择公交工具出行 当公交车进站时 乘客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上下车 慌忙之时小心爬手 浑水摸鱼 近几年长察警方通过不断完善天网监控 大大降低了街头爬窃案件的发生 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开始采取更为隐蔽的作案手段来躲避抓捕 为此民警也不间断加强街面巡逻 提高见警率及周边的天网防控设施震慑犯罪 我们就完善了这个街面的这个天网 天网监控 然后能够及时的调取这个街面的这个动态 然后发案以后能够及时调取这个现场的监控 第二个就是在辖区里面组织的这个巡逻 还有变异反爬的力量对下去进行这个巡逻 一旦发现了这些这些这个爬器的这个对象 或者说能够发现这个嫌疑人的这个稍微清楚的 正面照呢 我们就会这个给这个反爬反爬 或者巡逻队员进行的这个到街面上去